做媽媽最大的犧牲 怎樣說呢 很多犧牲的 跟朋友相處時間 做自己的事 但第一樣最明顯的就是身形 很多肚子也瘡了 又漲又縮 胸部也有漲又縮 很多事情都很難保持 在身形上已經 這是第一個心理障礙 你想想女人這麼貪美 我們做藝術 就變成了第二件事 你要轉路線 當初很多人都擔心我 因為可能以前 我男粉絲多些 我覺得很尷尬 說自己是男女神 不是 但因為你有數據 在我以前的社交媒體 看回我是90%男粉絲 當我一結婚了一下 走一走 unfollow 也收過inbox 就說哭了一整晚 原來真的有人 這樣哭了一整晚 說對不起 然後 生了BB 再走多一批 但是開心的 我意思不是說他們走了 而是我開心 換了一班媽媽fans 多了一些女 其實也是一件好事 我看回總數也是增長的 然後大家就會說 幸好你轉到型 如果轉不到型的話 那怎麼辦呢 沒有了 事業就沒有了 那時候我都會有這些 這些事情 那我老公就跟我說 你選擇的 你自己知道自己最想 是有個家庭和小朋友 他當然這樣說 就是我旁邊那個 那也是真的 他就說 你選了一件事 人生 不能說你又要這樣 又要那樣 你自己要 就是想做這件事 我是很想的 我對於我跟Edan拍照 被人罵了兩星期 好多人都會 overread你的舉動 好笑的 會解釋 其實呢 因為他離開了之前的公司 他可能就會去下一間公司 他就要拆鞋 就要跟人拍照 好多這些解讀 因為那一個是電影的宣傳邀請 很開心 請了我們全家去 我認真 我都真的欣賞 因為我一直都有看他的綜藝節目 然後我就覺得很好笑 反應很快 然後見到他 又可以自己彈琴 唱歌 有才華 那我真的欣賞 你在這裡 你拍不拍 那我不明白 為什麼一張合照 引發一個罵戰 在我的Facebook頁 下面 有幾百個留言在哭 其實我真的沒有想太多 不是勇不勇敢 只是我覺得 咦我喜歡 拍吧 擺吧 這樣 我真的沒有想太多 藝人 你不要那麼虛藝 那我不虛藝的時候 我喜歡自己擺什麼擺什麼 你又罵我 對嗎 始終我都想做自己 我開心 算了 你們怎麼看我 你們要怎麼解讀我 都沒什麼所謂 對啦 我第一個星期都有點在意 糟了 我是不是做錯事 是不是不應該分享 怎麼引起這麼大迴虛 到第二個星期 我都跟我的家人去日本旅行 算了 你們繼續說 我不管 其實我都不是很在意 這樣 好